今天是8月1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小慧 新闻一开始 先来跟进汉堡哥莫哈莫阿斯里哈密 早前直播控诉引起的巨大回响 在警方和内政部都做出回应之后 今天就轮到沙阿南市政厅 拉大对突击汉堡哥揭发的 非法扩建和违规的小贩和商家 来看记者郭苏欣的现场报道 沙阿南市政厅 今天拉大队来到双西茅诺新镇展开取缔行动 主要针对早前已经被警方突击的赌博中心 以及在商店区违建的梁鹏 在今天早上11点多开始的突击行动 沙阿南副市长莫哈莫拉西迪 带着预百名市政厅官员和参与行动的 执法部队队员到场 先是清空了非法赌博中心内的家私 在安排水务局和国家能源公司的官员 断水断电 避免非法赌博集团死灰复燃 另外他们也出动了挖泥机道场 拆掉商家们违建的梁鹏 而针对汉保哥控诉 指法单位差别待遇小贩和充公他的摊位 副市长莫哈莫拉西迪今天也全盘否认了有关的指控 另一方面被问及 四名市政厅官员因为涉贪和包庇非法活动被控 莫哈莫拉西迪拒绝进一步回应 仅表明会配合反贪会的调查工作 因为汉保哥直播爆料而遭拘捕的四名沙阿南市政厅 执法人员以及另一名涉嫌贿赂的走私香烟亚齐商人 也在今早被带往布城推市庭申请延扣 推市沙威拉阿都哈林批准 五名嫌犯都将被延扣七天到下周二协助调查 对于成为吹哨人的汉保哥 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哈密放话警告那些不法人士 最好不要找这一名汉保小贩的麻烦 否则后果自负 阿都哈密也鼓励民众多提供罪案的情报 警方并警告警隊成员必须保护这些人的资料 阿都哈密也透露 他已经和莫哈默阿斯里哈密会面了解详情 并会全权交由五级阿曼联政局调查 希望外界能够给警方时间 来看一组社会新闻 两名本地毒贩在宾州民宅设链毒厂 甚至还自行标记为AAA及海洛因 警方日前倒破了这个活跃了半年的链毒厂 并起货总值44万7千3百20令吉的毒品 威中警方7月30日拉队到威于五级丁亚的炼毒厂 逮捕了一名毒贩 随后又在本月8号到威中一带展开的突击行动中 逮捕了另一名男毒贩 两次的行动起货了总值44万7千3百20令吉的各类毒品 并充公了毒贩的3千3百令吉财物 宾州副总警长拿督阿督阿兹今早在宾州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时说 这两名毒贩是利用官阴王中国茶来包装毒品 其中一名47岁的华裔嫌犯在本月的10号已经在大山脚法庭被提控 另一名嫌犯则被延扣到本月的14日注查 镜头转向吉隆坡 尽管我国仍在行动管制期间 但卖银集团并没有因此停止捞钱 反而一口气在15杯旧吧生路 古仔妈主十三路和美加墨东路开设了三间营窟 从行动管制期间 便开始以每次180令吉的费用提供性服务 虽然为了避免引起注目 有关卖银集团只做熟客的生意 但还是在周二下午遭警方突击 逮捕了27人 17名来自越南中国和印尼的卖银女郎当中 竟然还包括一名17岁的未成年少女 一家人开心出游 结果却成为了永别 霹雳州昨天就发生了超载休旅车 迎面撞上托格罗里 酿醇七死三伤的严重车祸 痛失父母和妹妹的9岁男童 在见到亲人时 更忍不住痛哭说 现在家里只剩他一个人了 让蚊子心酸 这种车祸是星期二下午大约五点半 在新邦波赖网金马轮路处发生 34岁的Elza休旅车司机莫哈莫在鲁 当时载着家人从金马轮高原返回击达 但在越过反方向车道行驶时 与迎面而来的托格罗里相撞 休旅车在车祸后悔不成行 在鲁河68岁的母亲法迪玛 30岁妻子卢拉蒂卡 以及4岁女儿诺格斯都当场丧命 9岁儿子莫哈莫哈兹则左手骨折 车上另一个家庭的一家之主祖鸡飞 妻子哈斯利扎和3岁妻子莫哈莫阿利夫 也当场丧命 另外两名妻子则重伤 7名死者的遗体运反击打西林家乡 今天下午集体安葬在同一个墓穴 据悉这也是该肝榜有史以来 第一次举行7人合葬的葬礼 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因为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逮捕的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10人 周二晚上起已经陆续获释 部分一传媒人员的资产被冻结 至今没有人被起诉 黎智英被扣押40个小时后 周三凌晨零时20分左右离开了九龙望角金属 他一步出就高举双手 除了有大批的记者包围 现场还有市民高喊口号支持 场面有些混乱 根据报道 黎智英是以50万港元也就是大约27万令吉交报外出 今天中午他返回苹果日报大楼的办公室 获得了多名员工拍掌欢呼 有员工送上鲜花 而同样被捕后获准保释的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建宏 也与他拥抱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全世界最关注的莫过于疫苗的研发 俄罗斯周二宣布成为第一个注册新冠肺炎疫苗的国家 包括总统普廷的其中一名女儿 更已经两次接种新疫苗 目前情况良好 抗体水平也高 不过该疫苗进行不到两个月的人体试验 就获得俄罗斯当局的监管批准 引起了其他国家的质疑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也在周二的简报会说 已经要求俄罗斯提交所有的安全及效用数据 美国哈佛医学院前教授哈塞定认为 确诊孩童的病毒量比一般人感染所需要接触的病毒多出了一千倍 因此五岁以下的幼童恐怕会成为最强的媒介 美国民主党准总统候选人拜登也一如外界猜测 挑选了有色人种的女性担任她的副手 以增加竞选的优势 55岁的贺锦丽因此成为了美国首位成为 大党副总统候选人的黑人女性 走务实中间路线的贺锦丽 除了掌握大量的非裔女性选票 身为亚麦娇和印度混血儿 本名卡玛拉·哈里斯的她 也为了争取华裔选票 而取了贺锦丽的这个中文名 对于贺锦丽的出现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就跑轰 并表示拜登的这一个决定 让男士感觉受辱 说到相亲 大家脑海中第一个闪过的画面 大概就是一对男女相约见面 不过在中国的上海 相亲竟然已经演变成为了摆摊式的活动 这究竟是个怎么样的有趣文化现象呢 在中国上海人民广场的相亲脚 看到这些摆摊的老人家 一般都会认为 应该是担心孩子终身大事的父母吧 然而有趣的是 这些大部分都不是单身人士的父母 而是婚戒 一些甚至手里就有五六个孩子 参与的单身人士以上海人居多 基本都是集中在1985年左右出生的 这一个年龄层 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小慧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